吵架后从不低头的男人到底在想什么呀 这样男人是懦弱和没有担当的 听到这句话各位男士你们先不要喷 不要说你老婆就是那个蛮横不讲理的女人 她每次吵架都歇斯底里无法理喻 如果她就是这样一个女人 我想问问你为什么不离开她 为什么你还要用她 既然你不离开她 为什么你就不能心平气和地和她沟通 一定要跟她吵架呢 我先说一下 为什么我觉得这样的男人懦弱没担当 因为她不敢面对夫妻之间存在的问题 不敢面对自己的错误 她只会用拳头用嘴去虚张声势 她从来没想过要解决问题 她只觉得我要低头了 我就太丢人了 我要道歉了 我就输了 所以为了她所谓的面子 她会怎么伤害你就说什么 怎么让你难受就干什么 直到你招架不住你低头认错 反正她不要自己做输家 和她过日子 你会感觉自己磨损得特别厉害 因为你好像得不停地妥协 不停地退让 不停地大度 才能不被她继续攻击伤害 可时间长了你就会发现 你的宽容换不来她的改变 你的忍耐也换不来她的体量 你的退让更换不来她的理解 你的求和换不来她的尊重